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三下午,中超第31輪燒煙再起 大連人將與武漢三鎮劍拔魯章兩鎮隊員 雖然大連人更放大勇 但他們實力始終不及武漢三鎮 上方聯賽首循環交鋒 大連人就曾以四球敗北 加上武漢三鎮目前搶分深刺 球隊戰意十足 如此一例,大連人今將確實不宜高估 大連人最近狀態大勇 他們取得聯賽四連勝 球隊目前排名已攀升至積分榜第10位 大連人主打4-3-3陣營 維曉林亮明、比特索尼夫和鹽雙廠等人 構建的中前場旁具競爭力 聯賽至今,大連人全隊合力完成29次座攻 386次射門和攻入45球 困牆1.5球破門能力不容輕視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雖然大連人的進攻點旁具殺傷你 但其防守方面漏洞偏多 目前坤長失1.5球暗含隱憂 更加不利的是 大連人曾在聯賽首循環交鋒以4球大敗給武漢三鎮 可見雙方實力存在一定差距 今次再戰領頭羊武漢三鎮 大連人恐怕無力復首 武漢三鎮上輪聯賽和山東泰山上演榜首大戰 雖然馬卡奧為前者首開紀錄 但未能守著領先的優勢 最終雙方打和1比1 而這場和局之後 武漢三鎮目前在多賽一輪聯賽的情況下 依然領先山東泰山3分 鑑於震冠形勢緊張 武漢三鎮在接下來的四輪聯賽必須每分必爭 球隊戰意十足 好在有利的是 武漢三鎮擁有強大的實力 依靠尼古拉、斯坦、斯奧、戴衛信和馬卡奧等人 構建的中前場戰力強還 聯賽至今 武漢三鎮全隊合力完成58次助攻 545次射門同攻入84球 其中馬卡奧貢獻25球更是領跑神射首榜 可見崑牆2.8球的破門能力無懼任何對手 今次面對後防架為不穩的大連人 考慮到武漢三鎮如今未失分餘地 他們極有可能傾力一戰 而大連人能否頂著對手 萬列攻勢值得確將狂 好有可能遭到武漢三鎮雙殺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